那名孩子们化身运动员步入田径场 向现场嘉宾挥手敬意 这一天是联合国最高难民署 即慈际教育中心的运动会 慈际志工邀请联合国难民署代表 和难民学生家长一同出席 主要是让孩子们知道运动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非常强调 不是在于得到那个奖项 是给孩子参与感 难得外出 难民学生特别珍惜这一天 孩子在加油宣中奋力直奔终点 体育精神可佳 你能看到精神更活动 他们真的做到最好的 他们明白什么意思 他们真的享受 当他们愿意 他们真的愿意 比赛是竞争 但却只是一场游戏 透过各项竞赛 训练孩子的耐力与默契 当我们在习戏中说 赢得不一样 当你赢得要有专门 你必须要有专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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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必须要有专门 有专门 所以这不就是 当你赢得到 其他人是你的侦领 不然 两者也都是你的朋友 那名家长平常很少参与大型活动 利用这次机会 比赛也公开让家长参与 增进彼此关系 运动会亲子间增进感情 也让难民孩子健康加分 孩子们学到的 除了运动家精神 还有亲情的可贵 大爱新闻王珍宁 纪文赤 马来西亚报导